一直忘記要活酸了 然後我的... 靠不要按錯 要再得一張 好,好,好 繡滿實事 更快 要用黑色調味料 好,好快 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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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好 沒有盾衝真的是齁 欸 可以欸 我扛得住一下欸 我扛得住一下 而且連半管都沒有保留到欸 太好笑了吧 欸 可以欸 欸 我扛得住 酥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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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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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Pi Savage 然後他只給19%更多傷害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這看起來 要算一個兩個很爛的串連呢 其實這裡他的效果是這樣的 你在使用他之後 他會隨著時間引導 然後引導到滿之後 你可以比如說我引導這樣 他就是爆一個小一點的 那你可以這樣就好 他就是爆一個超小的 超小根本打不到人 我們故意的目標 這是一個保留技能 我們的目標就是故意把他的保留 弄到78%保留 這個78%保留 我們只要一按 他就會立刻施放出來最大保留 最大保留的情況 因為他沒辦法再保留下去 他按一下直接引導0.14秒 就是直接78%保留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故意要把他的保留 弄得很高 他就會直接爆開 然後這個東西呢我們除了 這邊有顯示的活酸 然後跟恢復輔助之外 然後跟一個串連 這個串連可以改 增大範圍傷害 因為我們平常其實刷毒傷害算是夠的 最重要就是這個乳蟲戒 這個乳蟲戒 會讓你的魔力保留技能 才可以一次滿傷害 利用乳蟲戒 故意把我們的保留給撐高 我們保留被撐高 我們就可以這樣 一次就按出最大格的血跡勝利 這樣子當然傷害就會高很多 因為我們每秒能夠施放超多次 最大格的血跡勝利 傷害會差非常非常多 然後呢 因為這個是一個星星技能 他可以被星空之影給轉換成 一個遠距離施放 讓我們打Uber會再更舒服一點 而且平常打圖的時候 他有一些很多問題 我等一下來展示給大家看 然後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我發現一個星空之影 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我給他看你就知道 好 我現在故意把螢幕拉長 所以我看得到比剛剛更遠的地方對不對 這個技能呢 配上星空之影 他是指哪達哪 沒有所謂的施放距離 所以你 如果我 我的攻擊 我的能夠看到的地方 我按 滑手按得到的地方越遠 這隻能夠 血跡勝利打到的地方就越遠 好 這是這個有趣的地方 但我平常也懶得用 平常也懶得用 我還是正常打 只是看能夠提到一下 然後來 給大家看這隻的 這個 概念 因為我知道你一進來第一電視就想說 可是我血量不是一直這樣嗎 我的血量不是一直 從第一 但我不是很容易被打到一下就暴斃嗎 沒關係 我們來看這隻的構圖概念 看到了 他不管怎麼樣打我的血量 我都不會算作受傷 所以我的青春泳豬會一直作效 但這青春泳豬只是為了讓我們出發身上限速而已 這個不是很重要 要不要點都可以 然後 怪物打我 是保留我的生命 因為我點了這個 我帶了這個 這個是血肉龍節 來自於紅王的東西 他可以給我們38更多的傷害 同時呢 你的受到的傷害會改為保留你的生命 而不是降低你的生命 所以現在我只要兩秒沒有受到傷害 我的保留結束 我就可以 回到剛剛的狀態了 那這個很棒的地方 就在於說 我可以在我血量可以超低 我想可以在怎麼低也沒差 反正我真正的承受血量 是來自於我被保留的血量 也就是保留的那個灰色那一管 碰到了我的底血量 這個灰色的這管看到嗎 灰色的這管 他碰到我的底血量 我才會真正的死亡 所以我的目前生命值是沒有意義的 這目前生命值 他只是讓我觸發 我的身上限注 還有可以讓我平血 觸發苦痛領取來用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沒有意義的 好 先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 再來我就要講 這是很大很大的問題了 也是為什麼這隻不適合打T17 然後你打Uber 需要一點技巧 再來就是這隻 為什麼他最適合的地方是聖索 因為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 血涕勝利是一個保留技能 是透過保留我們的血量的 可是他一次保留是78% 最大生命 也就是說 如果敵人 怪物打了我22%以上的生命 我的灰色血條超過22%的時候 我的血濟勝利 會不能使用 要怎樣 你看我的血濟勝利 他等一下會變灰色 他們打好慢喔 我拿這個圖 我應該拿T16來示範的 然後 這個會變灰色 這個一旦變成灰色之後 我的血濟勝利是不能用了 我是不能用 我要等到 我要等到這個灰色條結束 我才可以繼續繼續鞋子你 所以在這個期間我是只能挨打 我就只能活活一直被挨打 這是這隻最大的缺點 然後再來任何的持續傷 這是害怕任何持續傷 因為持續傷你只要每次碰到 灰色條會一直不斷的往前增加 他不會停 因為我們的敘述是2秒內不受到任何傷害 2秒內不受到任何傷害 我們才可以把灰色的血條給消掉 所以我們現在遇到各種傷害 比如說點燃傷害 中毒傷害 持續傷地面 我們會沒辦法放血濟勝利 然後怪物追著你跑 你就只能逃跑 那如果你一直逃不掉的話 你就是活活被打死 所以這是這隻最大的缺點 也是因此我把這隻貴類到Foundview 但是他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用真的很低很低的造價 去把全部的Uber給打通 但我並不推薦把他當成一隻主力角色 他只不過就是可以打Uber王 然後可以打勝所 但是總貴而言他的趣味性還是比較高的 加上血濟勝利開季的時候其實很貴 不過現在血濟勝利已經變成垃圾價格了 現在80C 90C 100C就有了 開季這東西很貴 但是我也覺得沒有說 沒有說就是適合開季組這隻 這隻比較接近是一隻Foundview 因為他能夠做的事情太局限了 那這季主要最重要就是因為叛教者 這個新Uber掉落加入 這是來自於聖誕記憶的 這個判掉者的效果呢 會把你的全部的這種能量護盾 在你的裝備上面有寫能量護盾 這邊看到嗎 那個quality下面 品質下面那條能量護盾 那個才算了 如果像腰帶上面的這個ES 腰帶上面這個ES不算 這種他不會把他算在裡面 這種ES的在quality下面呢 他會把他全部轉成血量 也就是這個頭呢 給了我67生命加308的ES 然後那ES轉換成生命 然後這個砥毀滅會變成69生命 然後鞋子會變成200生命 好以此類推 那這隻最主要的概念 我們來看POP 古典名約核心 我們要用他來暴率 然後另外他有平血時你的暴擊率很幸運 配上獻祭之心呢 我的暴率很輕鬆就可以達到進滿 雖然這個基礎技能 這個基礎暴率只有5%而已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很輕鬆的 達到一個進滿的程度 那透過呢 就是我們的獻祭之心 獻祭之心也是綁定的 這基本上不能改 當你使用或出發法術技能的時候 獻祭你10%生命 這個是副作用 但對我們的流派沒差 因為我們獻祭多少生命都沒差 最重要是上面這個效果 每100玩家最大生命 增加5%的法術暴擊率 每100玩家最大生命 加5%法術傷害 然後我們有這個PLV不知道哪邊沒有跑 反正我的正確顯量有 我的正確顯量有25000 然後呢 在計算這邊看血清勝利 這個心力之心加了我1200%的法術傷害 跟1220%的法術暴擊率 就是這隻的核心 然後再來就是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隻有 有15萬更多傷害 為什麼有15萬更多傷害 來自於血清勝利 血清勝利有一個效果 他的本身上面的自己也敘述 就是你保留越多的生命 他的傷害就更多 他造成傷害固定的300到524 然後每當你保留更多10生命 你就會更多40%傷害 然後80%更多激動傷害 然後你每保留1%生命的時候 會增加0.032他的半徑 然後還有一個 我這邊順便提一下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要講這差點忘記講 血清勝利呢 這個技能 雖然我們上面有創活酸 可是他不會觸發活酸 因為他是個保留技能 他沒有花你的生命 沒有花生命的時候 他不會觸發活酸的 所以我們必須 我這邊的盾衝有創一個兩等的活酸 我必須盾衝一下 觸發這個活酸 看到嗎 這個活酸觸發到之後 我這個活酸才會加到 血清勝利上面的傷害 所以我平常要盾衝一下 來增加198更多傷害 提醒你一下 不然你不知道這個活酸的意義是什麼 領主之環加ES 跟著他生命 有抗 判掉者 整支流派的核心 沒有判掉者 我的血量是25000 沒有判掉者 我會直接掃6000生命 本支的流星 核心給超級多的基礎生命 詆毀滅 詆毀滅是 上季出的 上季出一個 是上季嗎 還是上季 反正就是 新出的一個 Shaper術界者的物品 然後他效果是 法術爆擊造成穿刺 這個穿刺 就是根據你造成的物理傷害 然後造成穿刺 然後他不需要稱任何穿刺機率 只要你的法術爆擊了 就絕對會穿刺 然後法術爆擊造成穿刺 這個穿刺效果呢 就是根據你造成的物理傷害 然後造成穿刺 然後他不需要稱任何穿刺機率 然後他不需要稱任何穿刺機率 只要你的法術爆擊了 就絕對會穿刺 那他只吃物理法術 因為我們這個鞋技勝領呢 是一個超大額的 物理法術傷害 可能是全遊戲最大的 物理法術傷害之一了 用這個套路的話 所以我們的穿刺傷害呢 來到了 1400萬 1000 然後跟這個爆炸1300萬 為什麼傷害變那麼低 剛剛不知道改什麼 傷害變超低 總傷害到了3N 其實我剛剛唸的時候有50N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管他了 然後我的鞋子 1S高 然後有跑速就好了 然後有抗性 對 就是能用就好 另外一個 這隻流派的一個核心 聖結之魂 這個基本上是路邊垃圾 這上一季是最爛獎 你打迷霧之王噴的最爛獎 裝備中每一個空的紅色茶槽 給你48最大生命 然後呢 本流派呢 把全部的 插槽都控了下來 盡量能控的插槽都控下來 我們總共只有 雙順 盾衝 跟火酸 還有快速攻擊 跟一個 驕傲光環 跟一個刺客引擎 其他所有的東西呢 其他所有東西呢 都是空的紅洞 那每一個空的紅洞 都給48最大生命 我現在想像是25000 這個同樣也給差不多6000血的程度 這個空紅洞的方式給了我6000血的程度 這個空紅洞的方式給了我6000血的程度 然後大概給了我900多基土生命 我希望你承諾你會用生命守護這塊板子 噢屑超屌欸 超屌欸 他蠻耐的可是 他帶了一個新的座右板子過來 啊 好讚喔 我朋友帶了一個新的座右板子過來 來你們看不到 你們看不到 超棒的 新的地層板塊 我們打坐耳要用的 打坐耳要用的 好棒 謝謝你 謝謝你的展示 好繼續繼續講 星空之隱剛有提到 變成新技能 耶 然後乳通界剛有講到 需要 然後順便讓我們驕傲 沒保留 因為他會讓我們祝福技能失效 所以我們不能配永祝福 然後 明河腰帶 這個上面最大生命 欸 感謝時光怒幫我做了 時光怒做這個做的超好看 我不知道時光怒是直接買 我猜 再猜他應該是直接去買的 然後上面有個 腐化之血加是對他生命 神感 加對他生命 能力 然後力量也等於血量 所以我們盡量拿更多的力量 然後驕傲穿刺 這個上面的那個 攻擊機率穿刺敵人不用 那個是我 我上一隻純物雙子打擊在用的 使用驕傲之後 你造成穿刺額外兩次延長就可以了 果然得之協議 這記得新珠寶 天賦內同時給予加五最大生命 然後這個是要配我們神感使用的 他會把這邊全部框起來 然後都會擁有那個 加五最大生命 然後這個神感再去把它全部吃掉 所以這個呢 給了我們 你看下面第三條 給了117最大生命 然後跟這個神感 不是跟那個普蘭德日豬寶 加這邊一大堆的小點 這邊小點都有吃到 跟真過癮 真過癮都有吃到 算是這隻的一個額外補牆 然後補抗 補生命 補抗補生命 反正就是有優勝好的生命就好 哇 有史以來最乾淨的POB 4個印記 驕傲雙策 中刃衝鋒活酸快速攻擊 然後主動技能串 恢復增加暴力傷害活酸 打圖的時候這個可以改成真大範圍的效果 哇 史上最乾淨的技能頁 天賦呢 我們是用冠軍 但是我其實個人這隻流派我蠻想用貴族來玩的 貴族或者是 基本上是貴族最好 然後也有人會去玩判官版本 判官版本就是轉兵配上寒焰 然後再用命運審判去無視敵人抗性 無視敵人抗性的 然後也有配元素石的 元素石的版本就是 要拿這個巨幅的時候增加68範圍效果 刷圖更爽 然後有那個所有傷害都可以感電 這個也很有效 好古早味喔 而且他是印上去的 你是把他印上去的 沒有他就是一個超酷的 他這個是那個背板吧 那個GM背板 他在拿 拿在夾子或當紋滋機下來 這些東西 然後小廢物 看是小夜燈 哈哈 為什麼這東西 為什麼小廢物 更多的小廢物出現在 我家 幹真的小廢物欸 太有小廢物 真的是廢物 真的是廢物 真的是廢物東西欸 然後這個天賦點 我覺得應該也沒什麼好改了 反正就是 過去全部東西點一點 然後這邊有一個苦痛領取 38更多法術傷害 一定要走過去點 我們就沿途去走所有的可以點到生命的地方 然後沿途去點卡的庫洞領取 然後呢 6個生命專精全部把它點起來 沒有錯沒有錯為什麼 為什麼6個專精全部點起來 因為我們要點那個 在哪裡在哪裡 如果你分配了至少6個生命專精 你的血量10%更多生命 這裡呢 邪魯龍解38更多 然後生命專精10%更多 技解數10%更多 耶 反傷不能打物理反傷 這次不能打物理反傷 好 這整隻就這樣就這樣介紹完了 其實其實就這樣介紹完了 也沒什麼複雜的 特別特別難懂複雜的東西啊 那其實煮起來超簡單的 我煮這隻大概只花了兩個小時就煮好了 超快超級快 反而是今天那個時光路還有Model 一直在那邊給我塞裝備 一直要把這隻MinMax 然後最後這隻也推到了 從22000血推到了25000血 血量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那我推薦你 你什麼情況要組這隻呢 就是你 你只想打UberBoss 或只想打聖索 那這隻OK 但是這隻T17不要 這隻T17好痛苦喔 就這樣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火貓 好 大家再見 拜拜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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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